大家都知道质量是一个企业生存的干柄 就像我们做生物质颗粒一样 好的原材料才能做出好的颗粒来 今天我来到客户的现场 为他们打工 先看一下咱们仓库里的原材料 大量的团张祖宗的巨帽干爆花 看完了这么完美的原材料 咱再来看一下它这一条简易的生产线 同样也是做了一个料仓 通过皮带传送到那边的颗粒基里边 通过皮带上料进入颗粒基里面 进行之力 然后通过平送皮带送送到料仓里面 这里有一个小的建议 尽量用这种大清酒的隔断皮带 效果会更好一点 做好品质的颗粒 只有找到好的原材料 如果你在青岛地区需要这种小炉料的话 可以随时联系我 关注我 服务质的颗粒基里面